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ddy 阿柱我跟阿楓其實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牆啊真的 刑棍夢工牆啊真的 他向上的意思代表錄 向上的意思代表錄嗎 是On Air嗎 哦 上面就是On Air 你問Maggie和阿楓他們都知道是On Air的意思 你記得那個名字嗎 厲害的 那如果我把我的錄影向上 是否是On Air 是呀 是呀 是笑位來的 快點笑吧 我們又在新的studio錄音 沒錯我們又回來了 但這個studio很奇怪 因為紙巾在正中間 因為Yanis Yanis剛才錄完 剛才錄完 那你說當然要 到底有什麼用 不知道他們的節目是說的 他們好像和老爺錄 然後 是嗎 是呀 公妹和老爺 然後又有盒子巾 請到有盒子巾 有盒子巾在中間 究竟是玩什麼呢 糟了我不敢碰那些紙巾 密切留意 港女的節目 港女的節目 為何他們 會有盒子巾在圓桌上 你想想一對雙婦加一個Yanis 究竟盒子巾和他們玩 加一盒子巾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呢 1.5對鴛鴦魚一盒子巾 會做什麼呢 回來 先說一下 先說一下 說一下近期的事情 我那天是他紋身的 然後紋了兩天 他的紋身現在脫潔 你們可以實況直播 我們實況直播 實況直播 文字直播我的腳 其實個人觀感 我覺得這個紋身也不錯 不是說太差 掩著良心說 我覺得OK 我本人覺得可接受 我本人覺得脫出來的那些膠 那些膠脫得太厲害 那些膠脫得太厲害 很想撕 對我很想撕 那麼多實黑色 當然是脫膠脫得厲害 但又沒有那麼厲害 我當時聞到實黑 我都沒有 那些膠沒那麼誇張 因為我去醫生拿消炎藥藥膏 他那些皮脆肉厚 即是你要拿消炎藥藥膏再做 對 如果大家下次是牛底 即是真的想紋身 但又牛底 你可以做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先吃好一些止痛藥 我要你吃補藥 吃好一些止痛藥才去聞 然後之後 你有沒有怕止痛藥 當然有 怕止痛藥去聞 這麼忘記 其實我發覺是沒有 沒什麼用 因為我之後去醫生拿消炎藥 其實是沒有什麼發炎的 但我牛底 不如順便看看有沒有藥膏 什麼都拿回來 然後我跟醫生說 即是你不用錢了 什麼什麼藥都拍了 你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如果你在街上買止痛藥 消炎藥 其實一般來說 就未必去到皮膚的層面 那是什麼 那沒有 純粹是你頭痛喉嚨痛 那些可以止痛 那些我買給你那些 那天 即是他其實是去不到皮膚的層 因為他要藥劑絲那些 才可以開一些更厲害 都沒有關係 是specific 某一種的消炎藥止痛藥 才可以皮膚消炎止痛 就不是什麼東西他聲稱 不然他收不到四塊水 他就說 你是不是拿止痛藥吃呢 都會令皮膚不痛 是不會的 什麼東西說 你看皮膚 拿這些藥 那是四塊嗎 四塊水藥 那不是有一個保險 那我一盒 我買給你一盒 至少都值兩三塊 等一下 你紋身拿止痛藥 你怕保險那麼狠狠 有得怕 他不是說皮膚悔難 不是說 手抓狗病 你也手抓狗病 手抓狗病 摸一個人的瘦 很骯髒 摸一隻腳 然後發炎 應該都是那些 然後我吃了止痛藥去 其實發覺沒有用 然後坊間有人說 是震的 有一隻spray 還是膏 叫止痛 麻醉膏 是不是人家踢球的噴液 不是 簡直是紋身用的麻醉膏 等於她那些 現在是不是有些condom 噴到她沒有感覺 現在有妒忌 有持久方麻的持久妝 女士持久妝就是那些 塗在面上 讓你沒什麼感覺 那其實你不用 你家裡一定有幾支 一箱一箱 不是 那個condom 只有condom的頭 有一顆小的藥 我整條小腿要用三百多個condom 就撥那顆藥出來 塗小腿 你很清楚 為什麼你會用這麼清楚 我用過 你很需要持久嗎 你很需要持久嗎 什麼都買來試試 你平時說你不戴持久框 你都已經兩三個小時 戴了你多久 買錯了 買錯了 現在說買錯 因為那隻performer 剛出的時候 是沒有寫持久妝的 那你就不知道現在是持久 用在哪裏 會不會比較critical 總之又沒有中文 總之又沒有中文 他不斷用 發覺一戴上去 調校好鼻 聽中 接不接受他這個說法 這集如果你接受的 按一字 接受的按二字 按二字 按二字嗎 是啊 死字 那四字 我按四字好一點 如果你覺得他忽然沒有下一集節目 我繼續按四字 我們其實不想逼到你這樣 那你繼續解釋 那就是那個麻醉高 類似的東西 我不是很贊成紋身 是塗這些東西 和食指痛藥 因為我覺得痛那一刻 才是紋身的精髓 你有沒有聞到這麼大幅 我背部 我背部沒有那麼大幅 但我也享受那一刻痛 因為我現在是四分三條小腿都問了 其實他那個情況就是 我的感受就是 如果你純粹是 紋個圖案一劈這樣 是OK的 那種痛是可以承受到的 但是他 因為我還要填黑了 有很多位都是填黑的 那他基本上是不停地來回 在那個地方製造很多傷口 因為平時你們就知道 紋身那些槍呢 簡單講講 就是一枝針或者是一枝粗一點的針 這樣 但是如果填色那枝 是好像一排marker 橫的針上面有很多枝小針 你是不停地給那個marker 是很刮你的皮 還要是用力打穿了表皮 所以其實是痛的 因為我現在背部那個 因為我背部那個是無骨子 所以其實都是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要某個實際 但是我反而享受那一刻 但是我的癡線位就是什麼 因為小腿去到那個腳裸的位 和前面上去下去 那些骨位 是沒有肉的 下下都是落到骨 你那個位有沒有是骨位 去到辣骨位 那應該是肩痛的 背部的骨 都應該會痛 但是你享受的 我OK 不是M男來的 可能M男 他又喜歡痛 那幾集他又說 他喜歡綁繩那些 吊起那些 是M男 不是 我覺得紋身是要痛的 那一刻你才爽 還要問你喜歡的人的名字 例如 不知道 我不紋身 你試一下 考慮一下 好像Yanis 港女那邊 不是放了影片 有人Live 那個 日本那個 日本仔 那個日本仔 原來是很出名的 文申師傅 他是做的 現在叫刺青 即是用手 再加一點針 沾一些墨水 就不停構篤 你篤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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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篤圖 那那個好處是什麼 我聽別人說 我沒試過 是賤 他說那個洞的線會比較實 因為他真的按照你的肉控制他的力度 還有可以做到比較實的線條 還有他說相識會均勻一點 那我不知道 因為照他用手應該用機不均勻 但是那天其實他純粹做秀 那女兒約了她是德國妹來的 我知道就是 他三天一個日本人純一個德國妹 然後他三天就在那裏純那女兒 其實根本就不用在表演 其實他在錄影室都可以做 他純粹是做表演 那一刻羅地亞純你也純粹他這麼多天 兩天而已 你玩了兩天 他是不是三天的表演 也純粹了你兩天 他三天只做了我娘公婆 你想想吧 人家三天純一個女人 那個畫面是多麼漂亮 你現在是純她 不是啊 那女兒不漂亮 喂 漂亮不漂亮 漂亮不漂亮都是女啊 Anyway 那女兒要求純的是很瘋的東西 是嗎 他直接是頸一直純到上那個額頭 然後我明顯看到他純到頸位 差不多到耳朵附近 耳朵附近那些 你上個高潮眼 他應該不是Pattie那類 他是不忔享受的 即是他應該頂不住那些 他直接是 你想想他其他位置都是全身紋身的 但是他很明顯是有經驗的 是 他都知道會有多痛的 但是瘋狂線在他這樣紋 我見他還是 即是直接有樣子痛苦 即是兩個拳頭是紮緊的 去到某些位置 所以那件事應該是很忔很忔痛 有機會他可以試一試 我覺得他應該吃你的止痛藥 其實沒有人用 吃止痛藥 我剛才不是說 有那些麻醉膏 其實都沒有人用 其實都是握握你 很少很少的效果 人們都是說很少很少的效果 你問肥蜂用那隻杜雷斯 他覺得是很適用嗎 那隻有用 那隻有用得來 你是不會享受博物 快了多少分 還慢了多少 不是時間的問題 他不會享受博物 那隻杜雷斯 因為你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什麼 沒有感覺 因人而異 我用完之後 就有一種麻痺雞的感覺 麻痺雞是哪部分 那個拳頭 我以為你有個心 不是 那個龜頭麻痺雞了 然後你會發現 你不太感覺到發生 好像沒有了龜頭 算不算是 沒有了龜頭 你有沒有看X-X-Men 有一套最後一戰 然後說X-Box 被人打中了脊椎 然後他不斷跟那個女兒說 我的腳呢 我看你沒有感覺 我的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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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真的瘋了紋身就瘋了痛 不過事後清潔會比較好 我經常覺得紋身最煩的不是紋的 即是事後保養 因為我經常覺得事後結招開始癢才是最難的 尤其是紋在陰濕的位置 例如紋在膠的位置 紋手絲 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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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可以紋個輝春 紋黑了個袋子 他說我可以幫你紋龍馬精神 但是只會看到龍字 還有什麼漢狗話說 沒有 說完了 不說漢狗話 就是這樣 最後去了醫生拿消炎藥 因為怕發炎 始終面積大 黑色地方紋完之後 今星期上班 城地都是那些流龍的水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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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Evil嗎 不停流龍水 那些什麼膠皮又掉下來 城地又是那些汽水 因為我聽他說 他說紋了整個袋子是黑色的 是啊 現在變成一塊台灣的鐵彈 鐵彈 真是很難覆蓋 果然是Sex machine 但是在紋身展最後一天 其實我最後是三天去掉了 因為我老婆第三天要紋 去掉了之後 第三天遇到聽眾 然後大家就相應了 是呀是你 你現在不是在聽嗎 你怎樣相應 他怎樣 即是跟他說 他為什麼會認得你 那一刻很搞笑的 可能在紋一個袋子的時候 是否認到一個袋子呢 第三天我問完的了 然後我那一刻 你在做什麼 你有沒有很 我老婆也在紋 在那裡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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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人叫我 那一刻 由於我 那個藝人一直跟我講 不是呀 你拿那個TAT2去參加一些Competition 我想他想拿獎杯還是怎樣 那些黃糕的東西 但其實算了吧 在那個convention裡面 你是不會拿獎 因為他很耐定 第一你是Trible 第二就是其實裡面全部都是火災 分散的 大家心照 那些東西 那天我穿了長褲 然後他說 你為什麼穿長褲 然後他拿了馬來西亞 換了油泳褲 不是呀 拿了馬來西亞的沙浪給我 然後叫我 就像浴巾一樣 就當裙子穿 脫了那條褲 那條裙子穿 哪有穿底褲 我又穿底褲 但是你是騷子 然後等下我是嚇我 我屌你了 怎麼會不給 我騷子那一刻是後台 明白明白 然後就撞到聽眾 他就看到我穿著那些 馬來西亞的大媽裙 那是否配襯你上身 其實都配襯 全都配襯 那其實關我聽眾有什麼事 我只是想說 紋身展都跟我撞到聽眾 另外就是有一個 免費雜誌的哥哥 就是英國的報告 然後就打了幾句 原來他也懂得刑棍這個節目 即是另一個人 對 然後他剛入了群組 又是在說你 你打飛機打到開行 打完飛機了 打完飛機了 我知不知道要怎麼用 我喜歡打飛機 其實就是Yannis知道他好那麼多飛機 不是 是Yannis打完飛機 原本做了網台的都是喪打飛機 剛才就是不停打飛機 之後高妹就已經拿著盒子巾不停擦 不停擦 就幫老爺擦 做了網台都打飛機了 所以這個網台的studio 是很體貼的 很體貼 說一聲多謝 先多謝哥哥仔 不開名字 很體貼 放了盒子巾給我們打飛機 說完了這個紋身豬 那好 不能再說 不能再說了紋身 說你撞到熟人 那些是這樣的 然後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然後很想說玩謙 可不可以說幾分鐘 玩謙 那段片 很開心 我看了其實真的 他只是因為規則上 令到你會覺得他很抱 我就想玩一次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謙 就是玩謙 我不知道 所以我先說一說那段片 那段片 其實有一班日本 應該是節目 日本節目 日本節目 有四個日本人 就cosplay到龍珠的角色 一樣 有彼達 有笛子魔童 還有誰 有阿樂 之後還有 還有叫什麼名字 阿蜜斯 即是 即是 吳空哥哥 吳空哥哥 就cosplay到這四個人 兩個打兩個 其實那個會不會很久 不知道是三年 總之就是護膽 但他們的膽是有一個規則 就是不准夾腳 即是你如果夾腳的話 就要罰 就要坐下 罰十二馬之類 即是不准夾腳 不准坐下 而且一定要從後膽 對 那我就覺得從後 從後膽是失了膽的爭議 因為我膽的人 差不多大謊 都二十九幾年 二十幾三十年 都沒有試過 應該是這樣 從後膽的比率 是不佔10%的 從後膽很難 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向前 對它那麼陰的 不是 玩陰的精髓 是個鶴咀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你怎樣把手 變成一個鶴咀 才是精髓所在 你要練的就是從後膽 但是用鶴咀 從後膽 鶴咀是ok的 但你要反 你要在它撈兩腿中間 在後面 一進去 沒錯 那理論上是ok的 即是所謂疑反掌 異如鶴掌 但是如果你由正常的情況下步伐 突然之間 在正面進攻的話 其實用鶴咀的感覺是好很多 但我看了那段片之後 我看到很多人都這樣鶴咀 我覺得好像很不明白的 是 我也覺得是 還有一些機微 有一點 它是用手掌溫柔地覆蓋著陰境 因為它在後面進去 後頭 你在後進去 第一個反應就好像 將它托著 袋子 變成人肉護音 對 那件事不好玩 即是沒有什麼攻擊性 沒有那種摧毀的疑問 沒錯 當然玩鶴當然想摧毀對方 不是 不是 我還打挪打鼓 如果下次搞妄罪 搞個狐煙大賽 看他們這樣說 沒有人參加 不是的 我們對於聽眾也很好 是的 說完狐煙了 我純粹滿足個人欲望 講狐煙 雙方言相說另一件事 你有沒有去過旺角那間 FWF21 還沒有 現在很昂糕 說來看 設計很昂糕 為什麼 我 我見識到 以前GAP 在浪豪方對面那個位置 即是銀城嗎 是不是銀城還是銀城廣場 對面 對不起 他用了百保利商業中心 旁邊 即是以前卡里芳尼亞的 是的 現在去三層 我見識到 門口是出名小的 但那間店 我見識到世界上最短的電梯 是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記得嗎 星際那條電梯 已經是很短的 它更短一點 不是 那條電梯以前也有 之後最糟糕的是什麼 你要不停走樓梯 它要不停走樓梯上去 是的 它的格局是 極度到一個點 而且最糟糕的是 它裡面賣的東西 都是垃圾到一個點 很垃圾 之後我見到一個大量的崩梅 之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那天才說 旺角現在開始被某些人 大媽媽 進佔了 其實我覺得旺角 星期六日 是被崩梅進佔得很厲害 因為天橋 還有天橋 還有商場位 所謂的大型鋪鐵 基本上都是適合它的口味 你現在還要開那間 蜜蜂的食物 叫什麼 在旺角嗎 在旺角開 在以前小肥羊那個位 即是廣場 廣場 廣場在對面 對 它有一層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 那位置就開得不對 為什麼 它應該開在Forever Channel 可能是貴的 但你現在覺得整件事 旺角開始服侍 為它而切 和大媽 如果你問我 服侍大媽 我覺得厭惡一點 服侍奔妹 我覺得真是無厚後備 他真的離鄉別井 扶你去外賤 收你的三千多元 最低工資不夠 除了 你禮拜天忍一天 算了忍一下 我覺得是這樣 但如果你說 旺角居民 自由行那部分 其實滋擾性是高很多 如果你問我,我作為一個旺角居民廊,大媽是招聖大一點 也是的 現在西人賽街中,把上個禮拜的題目拉下來講 那些大媽舞,大媽唱歌表演,我一次次看到都很想吵 第一就是什麼,衣服其妝二服 又不漂亮,其實很噁心 很噁心,第二他們佔用的空間是很多 你現在佔用到連拍攝自拍的照片,都是沒有位子插旗 然後你更加莫說,那個區其實是被人自己自由揮表演 但現在近乎是已經霸了 因為很早就霸場,因為最重要是他們唱歌的班有很多喇叭 那些喇叭很大,穿得很噁心 因為我小時候都說,我以前有一段時間都學望自己拿著兩把刀 下去皇上廣場的話,你砍笨妹,你拿著兩把刀,你可以任砍 其實你拿著兩把刀,下去西洋賽街,你是砍不完 我當然,你是砍到那把刀崩壞了 我當然那個想法是,在Cyber City頂樓,拿著機槍向下狂掃 你也有這個想法 好像那隻新的喪屍遊戲一樣 你玩三角無雙,有某些位置是有一個據點兵獎 你殺了他們的人就不會出來 但如果你不殺他,他就繼續有人出 會不會有些兵獎在這裡 我覺得他們現在全部都是兵獎 全部都是據點兵獎 你是不會找到真正的兵獎在哪裡 你永遠找不到,尤其是大量據點兵獎 尤其是大量的人,你殺也有 他最厲害的就是大部分的兵獎,只有一兩檔 是唱回我想香港人,即使是五六十歲 會認識的歌,只有一兩檔 就是MK中路,好像是紅色跑車的中路 只有一檔半檔會唱過,香港人會認識的歌 其他檔口全部唱那些 都是我們完全沒聽過的大陸歌 那些很紅 因為現在那些年輕人晚上會去尖沙咀 文青表演 尖沙咀唱 但其實我覺得挺好聽的 我認真 一檔半檔 有些真的唱歌好 因為我有時踩單車 會游往國踩到尖沙咀 有時跟阿妖兩個都會經過互發 這個挺好聽的 我都會留下聽,坐在那裡聽 但現在是基本上一定要有那個坐在那裡的鼓 那個雙,木雙那個 那個人認識,有沒有文青的 有沒有寫意的 有什麼文青告訴我們 保存一下我們這麼貧乏的知識 那些人經常說很貴 很貴嗎 起碼要1000-2000元 但我覺得你經常買一個紅酒箱 其實你找幾個巨型洗衣桶 洗衣粉那些桶 就已經可以做到 你以為你回去 信自己的MV那些年代嗎 沒有人有 那個年代很流行 跟垃圾砌到一套鼓 跟著用來打 但現在不是一定要有那些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你看那些街頭賣場 年輕人其實是窮的 吃飽飯沒事的 有些玩的音樂是OK的 但有些唱歌就很難聽 先練一下唱歌 我覺得練一練的技術才出來玩 好了開題 這個題目話說 就是這個民生展 那天看到聽眾跟我們說 他有說屌你老美嗎 屌你老美我幫他加上去 我以為他這樣不是 他真的有說屌你老美 他不是說屌你老美 是屌你老鼠 屌你老鼠 這麼多集沒有說項目 是嗎 我們很久沒有說項目 你不要挑戰他 算了 不是我們要實事求是 對 我們對上次說什麼項目 記得了 記得了 太多了 今天說回一集項目 我們今天專注說一集項目 就是說拖鞋 拖鞋好 有份人 是嗎 又有潛覆蓋形 拖鞋 對 有毛毛 你想說什麼 潮人你都穿了 我是沒辦法 你又沒辦法 你可以選擇 刮腳 大佬 這幾天 免得穿球鞋 皮鞋 那些 你說正常一點 我有嘗試過 今天其實想說皮鞋 還有boot 皮拖鞋 不如皮拖鞋也說 皮拖鞋 加上皮拖鞋 你覺不覺得皮拖鞋好多 皮拖鞋 皮拖鞋 但我覺得很適合你 皮拖鞋其實 我常常常說 說皮拖鞋才說皮鞋 既然說了 皮拖鞋 皮拖鞋這件事 即是斯巴達那隻 你們所說的 先說羅馬式 先說羅馬式 但有一隻 好像鑑等那些 古花草跡那些 我以為你說法哥在監獄風雲 那個是膠的 但有些是皮拖鞋 因為阿妖經常說 我是搭配羅馬式那隻 這樣的拖鞋 基魯良鞋 是皮拖鞋 我自己也有買過幾雙穿 綁腳那些 綁腳那些 即是那些 Gadiator拖鞋 其實重點是為何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個人 是很喜歡穿人次拖鞋 我曾經在讀書那段時間 你也聽過 我是穿著穿拖鞋 大家聽回之前 Peddy有一集是說 他脫走脫到脫了一隻拖鞋 然後追不到女兒的傷心亡事 對 很可憐 那他的故事下集 阿妖是很討厭我穿拖鞋 很討厭我穿人次拖鞋 因為令她想起 不是 因為她經常覺得 我穿人次拖鞋 是好像慘的 因為其實 譬如我在旺角 其實旺角很多時候 都有一些 不知道濕溝的 玻璃 玻璃 其實我都舔過幾次 我試過有口釘 插了拖鞋 是直接插拖鞋 那又想到你 又沒有 那一刻你突然踩下去 會縮 但其實她已經穿了 我試過踩一個玻璃 嵌了拖鞋 但就沒有捕穿過 她是未捕穿 但其實走多幾步應該會 應該會出現 但你感覺到有黏黏的 你就會發覺 這樣 皮拖鞋應該會厚一點 所以阿妖經常都跟我說 叫我不要穿人次拖 要穿皮拖鞋 如果你穿人次拖 你就穿衣 它不是叫皮拖鞋 它叫糧鞋 會穿還是穿糧鞋 糧鞋 沒有糧鞋 糧鞋 我也試過買過一兩對 試過穿的 我也有穿過 但重點是 有些位置是很不舒服的 是 就是你出汗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鞋墊 很多時候都是一塊皮 是 因為要做回整個輪 你拖鞋 其實看到人的地方 是除了那兩瓶東西之外 或者那條帶 就是鞋面 那要配合皮的image 那不要來用其他東西 鞋面都要 難道你有沒有放一塊膠 那它就放一塊皮 所以是很不舒服 出了汗 我覺得不舒服 就絕絕粒粒粒 我承認你買這類型的拖鞋 因為我喜歡穿人子拖的原因 因為人子拖鞋 你怎樣穿 它殘極都是這樣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譬如你膠 那要不就爛 對 它是爛 它不會殘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它是爛了 要不就 舊了你也不會覺得 舊了你也不會覺得 但逢是皮的拖鞋 即是皮的糧鞋 或者皮的人子拖 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穿殘了之後 很討厭 很噁心 你是遮不了 最噁心的是 有一期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Aion不太喜歡出皮拖鞋 皮拖鞋上面有條麻布帶 上面加了釘珠 再貼了兩條皮 好像沙灘小指那些 然後那個 我是有一對的 那個皮面 由於我腳汗也大 穿久了 它會有一個 好像Wilson那樣的人樣 因為它有一些織 然後就會有五隻腳指印 另外再加兩隻腳枕 還有腳跟那個人 好像耶穌那個果屍布 很噁心的 你平時遮蓋著就不過眼 但你一拿開 你一拿開就覺得 這東西很噁心的 你已經不想像 特別是你去那些 吃的那些居酒屋那些 一脫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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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會看到那個Wilson 那樣子在上面 我當時也買了一雙 皮的人字拖 但那雙東西 是有些特別的 正常人字拖 人字拖 人字的位置就是皮 但是鞋籠 的面子 是包了一層地毯的東西 什麼東西 即是布的 它不是麻布 它是地毯 即是毛毛 地毯 是什麼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即是它是在家穿的 它不是在家穿 是在家穿 總之令到你出了街 又踩在家在地毯上的感覺 沒錯 很貼心 但是那件事最嚴重的是什麼 你想想 你拿著一張地毯 不停拿出街 你想想 地毯又見到骯髒 再加上你的腳汗 你平時家裡的地毯 有腳汗 你不會不停在同一個位置 踩著 踩著 印著 但是你也是在同一個位置 不停 之後出現了什麼問題 就是 它那個位置 即是毛毛的位置 因為 卡住了 它是硬了 結了變成一塊 是變成一塊 因為有汗水 有些人油 之後 除了外邊之外 毛毛的壓到實的程度 是比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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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自此之後 那件事我見到 反饋到開行 那件事我買得不便宜 但起初其實是舒服的 舒服的 一開始是舒服的 穿一下你就知道客人上 所以我一直以來 為什麼我覺得拖鞋 是一定要交的 沒錯 我也覺得是 但皮鞋就有些不同 因為現在 球鞋流行得很久 是 其實你感覺到 在街上開始 有很多人想買皮鞋 其實也是 所以今天就有這個題目 我是多幸福的 制服的